中药材苍鹅大家有听说过吗 其实在我们农村可以说它随处可见 有一些调皮的男生小时候估计还有用它捉弄过女生呢 现在就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大家看像这样子的路边上经常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这个一片都是苍鹅 苍鹅它是菊科苍鹅鼠的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所以每到冬天的时候它就会枯萎了 要到来年的春天它又会长出新的芽叶来 它的植株高约30到90厘米 全体都密生白色的短毛 它的叶子是护生的 有长柄 叶片是成这种软状三角形或者心形的 边缘有锯齿或者是像这样子伤浅裂的 它的花一般开在叶叶的位置 或者是像这样子顶身的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花了 每年大概7到10月开始开 这个就是它的果实了 也是它的种子 它外表种包上有这样子钩状的硬刺 所以它很容易粘在人或者是家畜的身上 它非常聪明 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把它的种子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防殖下一代 所以它是一种很常见的田间杂草 经常在防前屋后 荒野路盘等等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而且分布我们全国各地 叶蛾它的全草 就是它的羹花和这个带种包的果实呢 都是可以要用的 在这里朗朗要提醒大家的是 叶蛾它的全株都是有毒的 而且它最毒最毒的部分就是它的种子了 也就是这个叶蛾子 有很多学者呢认为 叶蛾的毒呢 主要是来源于它的毒蛋白 还有生物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有毒的植物 它的种子都是最毒的部位 比如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碧麻 曼陀罗 还有红豆山 银杏等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自己随意的去使用它 另外叶蛾里面的这个种子啊 还可以榨油 它的油呢 和铜油的性质相反 可以仓活铜油呢 制油漆 或者做油墨 肥皂等等的原料 苍蛾在很多的草药书籍里面呢 都有录录记载 比如说国家药典 本草干木 福建中草药 福建民间草药等等 它的别名也叫 年年葵 羊带来 老苍子 赤儿科等等 在你们那都是怎么称呼它的呢 快来一起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懒懒 我们下期再会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